记者王俊杰新竹报道,媒体今提报新竹马协医院打错疫苗, 2月间将4名新生儿接种的B肝疫苗打成5合1疫苗, 且为通知家长与卫生单位,新竹市卫生局代理局长杨青梅指出, 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,若有违反相关法规,将一规定出版, 并要求院方主动对家属及个案进行追踪关怀, 并向卫生局回报新竹马协医院稍早发出声明, 只针对疫苗注射问题,已与新生儿家属沟通, 将负起最大责任与诚意,提供必要的医疗追踪观察。 院方说明,今年2月6日院内药局医找处方, 应送4支B肝疫苗致婴儿事,但疫苗外观与5合1疫苗极为相似, 摆放位置也相近,因此不慎提供成5合1疫苗, 当班护理师也为发掘腰带内药物有益, 为4位新生儿施打疫苗。 院方表示,发现疫苗注射事件后, 在以病人安全为最高考量前提下, 院内小儿感染科主任依据文献查证, 立即咨询专家,5合1疫苗属于不活化疫苗, 不会传染疾病,且未常规施打疫苗,安全性高, 因此院方密集观察4位新生儿, 并进行相关健康评估, 确认均未产生任何不良反应后出院, 现新生儿也均无异常。 院方表示,该事件发生后, 院方立即启动根本原因分析,RCA,流程, 根本原因分析小组在24月间进行所有相关人员, 主管约谈及场地访试, 做出报告后, 于病安公开会议公布报告内容及改善方案。